一根红薯一百块 一颗白菜买三色 老挝还有哪样有的超市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挝店长 现在在老挝 这里呢是老挝首都万象的一个泰国生活超市 老挝的超市呢 我拍过非常多 有我们中国人开的 老挝人开的 也有泰国人开的 越南人开的 但是这个超市呢 最值得一看 为什么呢 据说来这边买东西的人非富即贵 而且这是全老挝唯一一个不允许拍摄视频的超市 前几天我认识的一个在老挝这边的博主 在里面拍视频呢 被里面的工作人员发现之后呢 将他驱赶了出来 既然这么刺激啊 今天一定要进去看一看 我在老挝生活了这么多年呢 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么牛的超市 现在呢 大家就跟着店长的镜头一起进去看一看 为什么一个普通的生活超市 他不允许拍摄视频呢 为了防止和上一个朋友同样的遭遇呢 我待会得把我的相机收起来 进去呢 用手机给大家拍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这两旁的车停的确实还是挺多的 而且在这边他们的车确实都比一般的超市 他那个车要好 几乎都是30万40万以上的车 我们现在到这个超市的门口了 这个小红伞这里就是超市的入口 现在换成手机给大家拍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呢 就是超市里面的样子 装修都是非常漂亮的 面积不是特别大 我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200平吧 只有这个一层 然后呢 它里面的服务员呀 也都非常多 而且整体看起来非常的干净 东西摆放呢 也都很整齐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超市里面 一些商品的价格 因为我有几年没在国内生活了 我不太清楚现在一些商品在国内的售价是多少 所以呢 我今天把这边的商品的价格呢 把它换算成人民币 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先给大家看一下水果区域的 这个是草莓 250克 上面的标价呢 是13万老挝币 大概人民币呢 就是91块钱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呢 是红薯 这个就更离谱了 上面的标价呢 是25万老挝币一公斤 大概人民币呢 就是175块钱一公斤 这个是黄瓜 两根黄瓜的标价 大家能看清楚吗 是32000老挝币 大概人民币呢 就是21块钱 10块钱一根 再看一下这个胡萝卜 两根的价格也是35000老挝币 也差不多要10块钱一根 好 我们再过来看一下这个白菜的区域 这个上面最大的一颗白菜 是1.15公斤 然后价格呢 是39000老挝币 那人民币呢 就要28块钱 哇 现在如果28块钱 在国内能买多少 这个大白菜啊 大家如果知道 在评论区告诉店长一下 再来看一下这个红薯的柚子 一共12345 6半 97000老挝币 那就是60多 大概70块钱人民币吧 我在这个超市里面逛了两圈 发现这个超市 它不仅吃的东西比较贵 这些厨房用的一些小工具 我感觉比国内的价格也要贵上好几倍 现在呢 店长给大家去看一下这边储具的价格 看是不是比我们国内要贵很多 看一下这个锅 上面的标价呢 都是50万以上的 这些是小的是35万 这边呢 是70万 那一个锅的价格呢 像这种锅 490多 500块钱人民币 我怎么感觉 这个锅在某宝上 应该只要40多 30多的价格 难怪这个超市啊 都说只有老挝的富豪 才能够买得起 这种价格在老挝 这个价格很多人 一个月的工资 连两个锅都买不到 再来看这种保鲜盒 41000老挝币 人民币呢 就是30块钱一个 哇 我感觉拼兮兮啊 很适合老挝 这种价格在老挝 简直是几乎没有多少人 能够买得起的 这里也找到了我们中国的包子 看一下 一袋是15个 59000老挝币 人民币呢 大概就是42块钱 那我们算一下 那一个包子得多少钱呢 42除以15 大概要两块多吧 这个上面画的 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威化饼 56000老挝币 那一袋也要40块钱 哇 终于找到一个我们中国的调味料了 看一下 这个是生抽26000老挝币 29000老挝币 那人民币也差不多在18块钱一瓶 现在国内的生抽多少钱一瓶 大家帮店长打在弹幕上一下 好了 我们现在终于出来了 第一次拍摄视频啊 搞得这么紧张 就跟做贼一样的 为了掩人耳目呢 我买了一些零食和饮料 一共是花掉了6万多老挝币 人民币呢 差不多是40块钱 去里面逛了好几圈 我发现里面东西的价格呢 最贵的就是这边的蔬菜和水果了 几乎是比老挝这边普通的超市 要贵上10倍以上 不知道他们那个100多块钱一根的红薯啊 是不是月球上面挖回来了 哇 这个价格真的是太离谱了 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店长今天的视频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的分享呢 了解到一个真实有趣的老挝 最后店长想问一下大家 有朋友吃过呢 100多块钱一根的红薯吗 那到底是个啥味道呀 有吃过的在评论区里面分享一下 也让我开开眼界 好了 喜欢店长视频 您帮店长长按三秒钟点个赞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